夜色里的千金堂点起灯 街上白日的喧嚣也散去了 齐悦戴上口罩手套 拿着听诊器 走进挂着病房灯笼的室内 四张病床中 一张上躺着病人 打了加板的腿 被两条房梁上垂下的宽带子吊起来 此时 那半张床板支起来了 男人正被伺候着吃饭 另有一个老者 正在好奇地研究着床 哎哟 怎么就支起来了 他嘀嘀咕咕说道 听到脚步声响 三人都看过来 齐娘子 您过来了 三人忙热情地打招呼 老者更是感激地点头哈腰 吃的什么 齐悦含笑问道 按齐娘子说的豆芽骨头汤 喂饭的妇人说道 齐悦秀了秀 真香 大姐好手艺 妇人哪里被这样夸赞过 顿时红了脸 善善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女子长得好又能干 关键是给人的感觉又是那么好 至于怎么好 她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是觉得愿意听着女人说话 这么好的女人 定西侯府怎么就不要了呢 果然 富贵人家 不是她这等村妇就能明白的 齐悦给伤者做完检查 又笑着嘱咐几句注意事项 外边 有负责护理的弟子进来送药了 齐娘子 什么时候 能出院呢 老者问道 五天后吧 齐悦说道 其实这种伤是最好不要移动的 搁在现代医院 最少也得住个十天半月 但 齐悦看着伤者一家 互相递个眼神 明显是松口气 一则 大家到底是不习惯 二来 这费用 齐悦走出病房 看到刘浦成的屋子 还亮着灯 今晚是他值班 齐悦站在屋门口时 刘浦成正在和张彤说话 两个人站在桌子前 拿着算筹 正算着什么 这工钱是够了 但是其他的还是不够呀 我老家还有快递 先卖了 刘浦成低声说道 他们说到这里时 齐悦在外敲了敲门 看到齐悦站在门外 师徒二人带着几分紧张 忙收拾起来 亲娘子 你怎么还没走呢 刘浦成说道 张彤也恭敬地 喊了声师父 这就走了 今晚就辛苦老师了 齐悦含笑说道 你这孩子 总是说这么客气的话 刘浦成摇头说道 齐悦也没问他们 在算什么 刘浦成自然也不会说 齐悦带着翠枝 走出千金堂 夜色掩盖下 欢悦的神情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怅然 他默默地看着点点星空 要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是白日就好了 白日里忙忙碌碌 安静下来才真是 难熬的寂寞 齐娘子 翠枝走在他身边 忍不住开口 你这样不累吗 这样 齐悦眼缺黯然 重新恢复含笑的面容 侧头看他 我想 当人总是要累的吧 看怎么说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累 翠枝点点头 笑了 不过 齐悦回头 看了眼千金堂 没钱 可就要累了 没钱寸步难行 没钱 在古代 也不容易啊 夜色深深中 荣安院里 还灯火通明 长云成将经文放在桌子上 苏妈妈冲他白白手 炕上 谢氏闭着眼 似乎睡着了 这是给我母亲抄的经 在佛前功过了 长云成低声对苏妈妈说道 苏妈妈点点头 看着他 欲言又止 我后日晚上启程 家里就不紧动了 我给父亲扣个头就走了 长云成接着说道 苏妈妈面色一白 这边 谢氏猛地坐起来了 你 你现在就走 别等风雨了 塔树梅鹤道 长云成走到他面前 挨着炕 半跪下 母亲 你在家要保重 不要和父亲置气 闷了都出去走走 我每个月 都会让人送心回来的 他说道 谢氏喘着气 死死地看着长云成 四年前 因为娶了那个女人 你就甩手走了 如今又是因为娶妻要走吗 他咬牙说道 长云成垂头 又抬起头 不是的母亲 当初我走 其实不是因为娶妻什么的 他说道 只是不愿意待在这个家而已 谢氏冷笑 你现在会说这个了 他根本不信 长云成笑了笑 没有争辩 云成 成了亲才走好不好 母亲 我已经如你愿 还请母亲 也如我愿 这么说 你还是为了那个女人 这个 说不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母亲 他说道 抬起头 拉住谢氏的衣袖 我不会成亲的 等我找到我如愿的那个人 我一定会成亲的 母亲 可好 谢氏 神色稍缓 那 那柔娇姑娘 母亲 她不如我愿 长云成 简单地 打断了谢氏的话 谢氏 将手 攥了攥 是 只有那个女人 如你的愿 时候不早了 你歇息去吧 启程的事 还是让管家来办吧 出征大事 怎么好就这样就走 好像我们见不得人似的 他躺回去 淡淡说道 尤其 还是在这个时候 见不得人的是那女人 可不是他们定西侯府 长云成 摁了声 谢过母亲 但跪着 没起来 你还要说什么 谢氏 到底是了解她 问道 月娘的 长云成 开口说道 月娘两个字 划过嘴边 只觉得心 一阵刺痛 月娘的 得嫁妆 给她吧 谢氏 猛地坐起来 嫁妆 她有什么嫁妆 别忘了 她是怎么进 我们侯府的 真亏她能说得出来 也真亏 你能听得进去 她说到这里 伸手一指 干净利索地 不多说一句废话 滚 长云成 起身出去了 第二日 谢氏就听到 长云成 变卖自己 名下田地的消息 气得她好意痛骂 正要将家里的 上下管事 一并痛骂 有人来抱 谢老太太来了 谢氏 吓了一跳 什么也顾不得了 忙亲自接出去 过了一个年 谢老太太精神不错 但看起来 更老了一些 母亲 您怎么来了 这大老远的 有什么事 让人来叫我呀 谢氏忙扶着 满面的担忧紧张 谢老太太 处着拐杖进屋 没事 我听说你这里挺热闹的 就过来看看 她说道 谢氏立刻看四周的丫头婆子 大家都宠她摇头 表示自己没说 别看了 是云成告诉我的 谢老太太坐下来 说道 谢氏顿时一脸怒涩 行了 你坐下吧 谢老太太说道 看她一眼 都多大了 还是小姑娘时候的脾气 谢氏坐下来 神色依旧愤愤 她竟然去饶了母亲您的亲戚 实在是该打 她说道 她说道 谢老太太笑了笑 你是如愿了 她沉默一刻 说道 谢氏站起来 看着谢老太太 母亲 不难道 不难道 单单是为了我吗 好了 好了 谢老太太笑道 伸手拉她 我不是来指责你的 休了就休了 赶走就赶走了 注定 注定是不良力 就没有必要 互相 委屈 这话怎么听着还是有些别扭 谢氏挨着谢老太太坐下来 我来 我来就是一件事 母亲请讲 谢氏说道 她的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功顺与柔和 如果 秦悦此时在这里 一定会以为谢氏换了人 嫁妆 给她 谢老太太说道 谢氏猛地站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谢老太太 这不是为了她 是为了云成 谢老太太接着说道 看着谢氏 母亲 凭什么 谢氏咬下唇说道 谢老太太伸手拉住她 美娘 你当初为什么 要给吴家的小哥 一包银子 她说道 谢氏的脸色突然变了 身子僵直 睁睁地看着谢老太太 嘴唇微微发抖 谢老太太 谢老太太叹了口气 拍了拍 谢氏僵硬的手 哎 给她那些银子 你心里是不是好受些 便能够放下一些 他接着说道 他接着说道 谢氏身子发抖 他的耳边 回荡着谢老夫人的话 但是 那些乱糟糟的念头之后 闪闪发亮的 却是 吴家小哥 这四个字 吴家小哥 谢氏身手摸摸自己的脸 触手的肌肤虽然还细腻 但已经不是当初的豆蔻年华 谢家小妹已经成了长家夫人 吴家小哥也已经化为一捧尘土 母亲 原来 原来你知道啊 他喃喃说道 谢老夫人叹口气 哎 哪个孩子的心思 能逃过当娘的眼呢 就如同云长心里怎么样 你不是一样的清楚吗 他说道 笑了笑 拉着谢氏坐下 那母亲 那母亲怎么 我怎么没说呀 你才有几个钱 为了那一包银子 几个月 没添置一样东西 过得不如一个丫头 谢氏笑了 这一次 他是抿嘴地笑 那一向灵力的眉眼 竟浮现几分羞涩 羞涩 羞少 色多 我又给你的包袱里填了一些 这样送出去 更好看些 谢老太太说道 他看向门外 神情带着几分追忆 谢氏站起身来 垂下眼 母亲 我 梅儿 我这心里 一直过意不去 这么多年 都过意不去 你的心里 想必 也是如此 谢老夫人 谢老夫人打断他 说道 谢氏没说话 说起来 云成这性子 倒是向你多些 倔强得很 我没有姐姐嫌少 没有交好云成 谢老太太再次拉他坐下 你很好 梅娘 这辈子 我都是亏欠你的 不不 母亲 是我要这样做的 不关您的事 你当初 那样劝我 是我自己 要嫁过来的 谢氏摇头说道 神情坚定 谢老夫人笑了 把嫁妆给他吧 他转了话题 说道 谢氏攥起手 云成的心里有他 这个你也清楚得很 咱们不能留他 让他在外边好过一点 这样 云成心里也好过一点 才能放下 就像你当初那样 长云成的屋子里 秋香正带着丫头收拾东西 少夫人 什么都没带走 却知擦眼泪说道 一面将衣服包好 秋香瞪了他一眼 却知忙地下头 不说话了 长云成在一旁 似乎并没有听到 他们说话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里面放着三个葫芦 长云成已经拿在手里 看了半日了 只觉得眼睛发色酸长 然后趴在盒上 世子爷 都收拾好了 求香过来 低声说道 目光扫了眼 被长云成 攥在手里的盒子 长云成没有说话 丫头们也不敢说话 屋子里沉默得令人压抑 那送去吧 长云成开口说道 声音沉闷 手里的盒子没有递过来 秋香垂下头 应声是 屋子里的人退下去 更加的空旷 长云成扫了眼室内 慢慢地从这边走到那边 手里紧紧握着那只盒子 目光所到之处 似乎能看到那女人的身影 罗汉床上的被褥 已经搬走了 又恢复了以前 她单独居住时的摆设 长云成坐下来 鼻息间还有淡淡的清香 她就这样坐着 一动不动 陷入空气中